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15号星期二 外资对中国投资同比减少了87% 这是日本的日经新闻得到的数据 是今年的4月到6月 外资对中国的职业投资 他说创出了有数据以来 从1998年以来的最低值 4月到6月 外资对中国职业投资同比减少了87% 当然日经还算是比较那什么 日经也承认说这样搞下去的话 对全国对全球经济都不好 还有一点你必须要承认 当然有人说这个完全是中共的责任 其实也不完全是 美国其实我觉得 中共和美国都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我觉得美国应该占绝大多数的责任 就是70%的责任都是美国在占 因为为什么美联储 他现在收紧银根玩命的升息 现在已经11轮升息了 全世界银根都紧 为什么你看很多银行都倒闭了 美国原先有四家 现在有第五家 当然第五家设小银行 但那有五家银行爆雷了 瑞士的银行也爆雷了 也都是因为银根紧 因为你要明白 全世界的钱都不是钱 只有美元才是钱 你明白吗 所以当美国才一放一收之后 其实这是完全是因为美国 美联储搞坏了 搞成了这样 但是他这么一放一收之后 让其他的经济器来替他背锅 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割别人 所以这种东西他就没办法 现在全世界银根都紧 大家的钱都比较紧张 而且由于现在不看好美国 现在你看三个平均机构 有两个都把美国调整 都把美国的信资 等于降级了 对不对 那你想肯定大家都要不看好 不看好美国之后 等于就是不看好全球经济 大家都在停止投资 都在等 都在等待 美国的一些大公司 都还是大的科技公司 都在裁员 对吧 那不要说投资了 他甚至都开始裁员了 你想那是要扩张的节奏 不是他都在 都在一个收缩期 所以全球都在一个收缩期 但当然了 也不能都推给美国 我觉得美国占70% 那么30% 中共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反正这个看起来 对中国经济肯定是不好 另外一个 中国政府周二暂停 发布青年失业率 因为青年失业率越来越高 很多人哪里来说事 6月份的时候 到了最高 达到了21.3% 曾经从16% 遇到这涨显 16% 18% 20% 后来21.3% 创造历史新高 普遍都预测 7月8月将进一步攀升 但现在没有了 国家统计局发言人 傅林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 说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 在不断发展变化 统计工作也要不断完善 说劳动力 在他统计 也需要进一步优化 他说近年来 中国城镇青年当中 在校学生的规模 不断扩大 以前中国城镇青年 有好多 就分流了 初中可能就开始 就进行分流 高中就开始进一些 中生技校什么的 然后后来很快就投入工作 但现在来讲 就说越来越多人上高中 越来越多人上大学 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 现在在校学生的规模 不断扩大 2022年 16到24岁 城镇青年中 一共有9600多万人 其中在校的学生 达到6500万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 就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 是否应该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 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进一步研究 随着我国军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 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 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鉴定 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个就是胡扯 这是完全的扯淡 他原先有没有把在校学生算进去 我都怀疑 但不管怎么着 有一点还是就是说 当然这不好的方面 我没说好的方面 好多方面就说明统计局 也懒得骗你 对不对 他其实上给你来个什么 比如说青年世界率 0.25% 对不对 你服不服 你不信死去 对不对 他也不骗你 刚才我就不报这数据就走了 使得你们老拿这数据 去说事 所以这样子 其实说明统计局 其他的数据 可信度还有一些 对不对 说明他报了其他数据 以前我们对他的数据 总是存疑的 但现在看起来 他这数据 还是有一定的准确性的 对吧 就是说他到最后 他宁愿不公布了 也不骗你 对吧 反正凡事都 你往好的方面看 就这么个情况 好吧 大家看 巴菲特终于出手买股票了 我们之前说 巴菲特现金为王 所以拿了 好像一千多亿美元 现金的不动 持币观望 终于买了 虽然不多 买了什么 巴菲特旗下 伯克希尔哈萨维 最新投资了 都是房屋建筑商的股票 跟我一样 英雄所见猎同 我也认为就是说 未来这个情况 可能也就房子还好一点 还稳妥一点 其他的都不太理什么 但是当然你买房子 它涉及到很多问题 买房子 就是说你将来你卖的时候 涉及到税 还有各种税 就是说反正你持有的时候 你有地产税要交 你卖的时候 如果挣钱 你还有所得税要交 等等 反正好像 各个州不一样 我们这好像是超过两年之后 怎么着的 反正他有一个说法 所以其实导致 就是说在美国 你基本上炒房子是很难的 炒房子 尤其你要炒得快 基本上不用钱 你要长期持有才可以 所以炒房子 它不是一个好事 但是你可以炒股票 对不对 不能炒房子 它可以炒房屋建筑商的股票 巴菲特 他的观点也是 就觉得疫情期间 然后各种的制约 美国又十几轮升息 导致很多建筑商 就停止了买地 停止了建新房 但是需求还存在 所以后面就必须要有房子 那么就导致后面房地产 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升值的空间 然后建筑商就会开始挣钱 后面可能房子供不应求 他就要开始重新 就是说买地建房子去投入 这个跟我的观点 还是比较接近 说明巴菲特还可以 开个玩笑 好吧 这一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